大家好,欢迎来到麦子学院Python语言编程基础课程 第四阶段第二节的内容 我们先回顾一下上一节课 那么上一节课呢,我们跟大家开始介绍控制流的部分 一,先介绍了两个语句 一个是if语句,一个是for语句 好,大家记得for语句也就是说我们做一个便利 一个循环 那么呢,其实在Python中就跟很多别的语言一样 我们还有另外一种循环,叫做while while语句也是非常常用的一种循环语句 我们将今天给大家介绍这个while语句,以及range 好,我们现在是通过一些实际的代码的实例来看一下 如何使用while语句,以及range 其实我们已经使用了range 但是我们今天会给大家介绍一些更详细的例子 好 那么在介绍这个while和loop和这个range之前呢 我们跟大家再强调一下Python里面的一些modular 也就是它的基本的单元 我们之前提过一点,就是在Python语言中 大家看到每一个以.pypy结尾的文件都是一个python的modular 也就是一个模块 它是一个基本程序组成的单位 然后呢,不同的模块我们可以把它组成一个package 也就是一个包 不同的包呢,它可以再组成一个project 也就是一个项目 所以给大家再演示一下 就当我们在Eclipse里面,这个pydive的环境下 我们可以建立一个新的project 或者是一个python的package 一个包,或者是一个modular 那么最简单,最小的结构就是一个modular 当我们有一个小的adding某些function 一些函数 它们有类似的一些功能的时候 我们把它可以定义在一个modular里面 那如果不同的modular 它们有一些类似的功效 或者相似的地方 我们可以把它组织在一个package 这个package呢 多个package 我们可以把它组成一个project 所以大概是这样一个结构 跟大家说一下 好的 那么我们今天再接着看 如何使用这个while loop 好,我们先看一个例子 好吧,之前的代码先注释掉 跟大家提一下 如果你掌握一些快捷键的话 也是非常方便的 比如说在注释的时候 我们可以使用control 这个shift的左边的这个斜杠 这样就可以一次把多行代码注释掉 当然我们要把它反回来 不注释呢 再按一下就可以了 是同样的键子操作 好,接下来我们看一下while loop的一个例子 好,这个例子呢 跟上一节课我们讲的非常相似 我们还是要用户来猜一个数字 但是与上一节课内容不同的是 上一节课的内容中 我们跟大家说过 因为我们没有任何样的循环 那么程序只运行一次从头到尾 不管是进入哪个条件 也就是说如果用户没有猜对的话 程序就结束运行了 除非我们重新来run一遍这个程序 重新来跑一遍 那么有的时候我们想做一件事 就是说假设我们一直要让程序运行 直到用户把这个数字猜出来 在这样一种情况下 用while这个循环就是非常合适的选择 好,先跟大家介绍一下while循环的意思 也就是说while循环跟for循环的不同时 当某一个条件成立的时候 我们会一直反复的运行这个条件之下的代码 直到这个条件不成立 也就是return一个false 返回一个假值的时候 我们才跳出循环 循环多少遍呢 我们也不知道 但是for loop呢 我们知道假如说我们要从1到10 那么这个循环一共就走了10遍 好,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例子 同样开始是一样的 我们定义我们要猜 用户猜的这个数字 给它一个真实的值 比如说59 好,这里呢 我设了一个新的变量 叫做gas flag 什么意思呢 其实也就是说 这个变量它是一个boolean的变量 也就是一个真假 一真或一假的值 这个值意思就是说 用户是否猜对了 因为之后我们要使用这个while循环 也就是说用户 开始我们假设用户猜的是错了 也就是说只要用户 只要这个值它用户猜错了 也就是说这个gas flag等于false 这个条件满足 它返回的假如说是一个真值 就是说用户猜错了 那么我们会一直运行while loop之下的程序的部分 直到这个条件 我现在来高光出来这个条件 变成假的 大家注意一下 我不要混淆这里 就是说如果用户猜错了 也就是说这个gas flag等于false 本身它猜错了 那么这个语句返回的值是一个真值 因为这句话是成立的 就是gas flag等于false 那如果用户猜对了呢 我们将把这一个值改成正确 那么当我们重新来评估这个语句的时候 它又会返回来一个false 因为这里它变成了一个真值 真值不等于一个false true不等于false 所以整个这个语句将会返回来一个假值 那么这时程序将会跳出这个while loop 好我们先来先大家详细的来走一遍这个程序 看如何来执行这段程序的 我们假设开始用户猜错了 也就是这个gas flag 它的boolean value 它是一个给它复了一个false的值 那这时候呢 我们想先到while loop 进入while loop 判断这个条件 也就是说while关键字 空格之后呢 我们判断一个条件 这个条件也必须要返回一个boolean值 跟if相似 因为gas flag本身我们附了它一个false的值 所以它等于false 这个语句将会返回一个true 因为它们俩false是等于false 所以这个条件返回一个true 当它返回true的时候呢 我们将进入while之下的主体部分 大家注意到我们这里也是用一个缩进 表明下面所有的代码是while条件下的一个主体部分 好我们看一下 首先跟之前一样 我们用python里面的一个built-in 也就是自带的一个方法 让用户输入一个值 把它转化成int 并且附给gas这个变量 当用户猜对的时候 也就是说用户输入的这个值 等于我们之前定义好的这个59的时候呢 我们做一件事情 就是说我们这时候把gas flag变成一个true 因为用户已经猜对了 所以我们想下一次让这个循环跳出来 不让它接着循环 那如果else if 如果用户猜错了 也就是说用户猜的值比真实值要小的话呢 我们还是跟之前一样给用户提示一下 说真实值比您猜的要大 继续猜 如果第三种情况 也就是说当前两种if和else if 都不满足的时候 也就是说当实际gas的number大于 我们定义的59的时候 那么我们就给用户提示 相反的信息 也就是说number is lower than that 就是说实际的数字比您猜的要低 继续猜 好 在else这三种情况 实际程序值进入执行一种 根据用户输入的值 执行完之后呢 程序并没有结束 因为我们之前用了一个while loop 这时在结束完一轮之后 我们将程序将返回while定义的条件本身 重新判的这个条件是真还是假 也就是说假设用户第一次没有猜对 那么我们这个gas flag的值 我们不会进入这个第一个条件 那么这个gas flag的值 它仍然是false 那当我们返回在这个while loop的开始的时候呢 false还是等于false 这个条件满足 也就是它返回一个真值 这时候我们要继续执行 循环的执行下面的部分 现在大家可能看明白这个逻辑了 就是说直到有一次用户 它输入的这个gas 如果等于真实的值的话 那么我们将把这个flag 就像一个小旗一样 我们反过来 说OK 因为用户猜对了 所以这时候gas flag的值变成一个true 那么这时候呢 当程序重新回到while loop的开始的时候 它会发现 这个true和false 因为不相等 所以这个条件不能成立 换句话说 就是它返回了一个假值 那么while的条件因为不成立 所以它会跳出这个循环 直接执行所有while主体后之后的部分 也就是说答应出来 您猜对了 Bingo You guessed it right 但是您没有奖品 but you do not have any price 完成 Done 好 这就是这样一个结构 我们看到 我们就实现了一个 让用户可以反复来猜 直到猜对为止 这样一个设计游戏的目的 通过while循环 现在我们来运行一下这个程序 看一下它的效果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